如何获得并控制完美的福利 大家好 我是许到 欢迎来到第15期潜水教学节目 这是我的频道 海豚与兔子 我是海豚 你就是那只小兔子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一看 如何正确的设置你的潜水装备 如何正确的设置配重 而且如何正确的在水里面控制你的中性福利 这样子可以大大的增强你的潜水的体验 首先第一点 为什么中性福利如此重要 在水里面游的时候 如果你总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那么势必你可能会用你的BCD 不停地去打气放气打气放气 这样子会浪费的很多气体 出去潜一次水挺贵的 而且也不容易 你的气都用在控制福利上 所以你潜水的时间就会缩短 同时呢 如果你的呼吸非常的快不顺畅 你大量的吐气很快的吸气的话 你势必有的时候会触底啊 或者会碰到海洋生物啊 会影响到周围的这些鱼的观赏啊 这些都会大大的缩短你的潜水时间 和这个潜水的体验啊 而且如果你像我喜欢水下摄影 那么你对福利的控制那基本上是要定的呢 就不动的啊 咱们有海浪的情况下 这样你才可以拍到精美的照片 所以得到中性福利 大大的延长你的潜水时间 增加安全的情况下 而且呢 能够增加你整个潜水的体验啊 首先 什么是中性福利 这个要从初中物理来讲啊 大家肯定都学过这个阿基米的这个定律嘛 对吧 就是那个皇冠 从小的那个故事里面 你有没有餐银子是不是纯金的 它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你整个物体 它所受到的这个福利 相当于它的体积所排出去的那个液体的重量 也就是说 你和你的潜水装备 在海里面的体积所排出去的海水 所受到的重量 就是你所受到的福利 没有错吧 当这两个平衡的时候呢 就是中性福利 你在水里面就是悬浮的 就是飘着走的 而不是说是下去啊 或者上去非常快 控制好这一点 你才能在水里面任何一个层面定住自习 而且在5米 比如说上升的时候 需要三分钟紧急停留 安全停留的时候 你不会收拾一下 上去就控制不住了 对吧 这样容易得潜水浮运 或者说你下潜的时候 特别快 你的鼻子呀 你的耳朵啊 你还来不及做耳牙平衡 你可能下的太深 就穿孔了 或者说挤牙出血 都是会出危险 所以中性福利呢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第二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福利 首先从装备来讲 如何把它正确设置到你所需要的这个重量啊 你把潜水装备 首先你全部都穿好了以后 在潜水课的时候老师会教你去如何去测这个福利 你有没有印象就是 测这个福利的时候 是把你的BCD的气整个全部都放完 然后吸一口气 憋住它 OK 然后这个时候你在水面 应该是悬浮在眼睛这个位置的啊 不管你是在游泳池还是在海里面 都应该是在个眼睛齐平 这个时候你在吐气 把气都吐空 你的肺体积变小以后 你应该是慢慢的下沉的 这个时候就说明你的配重 是非常好的 配重基本上是在你的这个体重啊 的10%的基础上 再加上2到3公斤 你比如说我是70公斤 理论上就是说 我用7公斤的千块气 再加2到3千公斤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用的是钢瓶子啊 所以我一般5 6公斤就OK的 如果你用铝瓶子的话 你就是7 8公斤起 剩下那2公斤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对吧 因为气体它本身是有重量的 铝瓶子我以前有一个视频 是讲铝瓶子和这个钢瓶子的区别啊 我把链接放在这里 因为你气体用完以后 你损失掉这么2 3公斤 你可能就停不住了 因为你的这个重量就损失掉了 你可能就飘上去了 所以一般配重的情况下 你如果是满气去测的话 建议你再加2 3公斤 是为了防止气体的流失啊 到最后减掉的重量 你停不住这样子 所以说正确最好的方法是 你把你气瓶的气 快用完的时候放到50的时候 就是剩下的50是不可以用的嘛 是是你就是英文是reserve 就是你最后要保留的那一部分 你去测 这个浮力 你可以测出来你正确的这个配重的情况需要多少 那个才是你真正需要用的 如果你的装备换掉了啊 比如说大价的装备 我说大价指的是11或者说是你的BCD 或者说的是啊 就是说的是啊 还有你的脚谱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气瓶 大小或者种类变 那么你的浮力全部都要重新试 如果你从淡水到海水 那么你的浮力也要重新试 反过来的也要重新试 对吧 因为淡水比海水要轻嘛 它的浮力也少 你如果是从淡水到海里面 你基本上就要加两公斤到三公斤 因为它会烧3%的浮力这样 你反过来的话 你基本上就要去掉两三公斤钱块 你带太多的话 其实也是浪费 因为你要不停的给BCD里面打气 你才能保证你的正确的浮力嘛 是不是 所以刚才所有说的这一些 都是把怎么样能够把装备 和这些东西的状态调到最佳啊 还有一点就是在水里面游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是要慢慢的 缓慢的这样踢脚谱 横着游缓慢的这样踢 你看这个影片这一部分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一部分 你看托马斯 你看教练 这个水它一共没有超过一米的这个高度 它可以贴着底 5到10厘米的地方 轻轻脚谱这么一踢 它就慢慢的走了 你看有没有 而且它转弯的时候 是可以横着这样转过来 一个脚谱转向 是非常非常好的浮力控制啊 所以大家也要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水很浅的时候 很容易上去或者触底嘛 当然它是很大师级别的 所以我在旁边录 我也觉得它示范的特别好 所以学生也都在看这一点 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能够做到就是 你在游的时候呢 东西一定是流线型的 跟身体呢都离得非常紧 控制好浮力的同时呢 再把你的铅块平衡掉 这个铅块平衡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水里面 如果你是夹克型的 往往你的铅块是在旁边这两个兜里面 前面这个兜里 你很有可能是往前的 现在这种就是BCD它的后面啊 一般也都有两个小的口袋 你也是可以放进一块 所以你要放平 在水面上的话 你能竖直 在水底下的话 你上下左右也是平的 你不会侧翻呀 你不会头重啊 或者脚轻啊 这样子都会影响你的这个浮力的控制 所有前面这些总结完以后 就是你的装备已经设到最佳状态了 所以剩下了 就是你怎么样去在水底下 控制你自己的浮力 剩下这一点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跟人体的体内的这个气腔有关系啊 给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人体内有多少个地方是空腔啊 首先就是你的肺最大的嘛 就是你的肺 你吸气的时候你的胸腔会扩张 你吐气的时候它会锁进去对吧 还有就是你的内耳部它也是空的 对吧 然后你的喉咙你的嘴腔里面也是空的 你的鼻豆是空的 你的额豆也是空的 但是头这一块部分 它的体积不太会变 真正会变的只有你的胸腔 你吸气你整个胸腔就涨起来了 你吐气它就回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水底下真正控制浮力的 不是靠BCD不是靠打气不是靠放弃要是靠你的肺 当你当你找到一个就是浮力的平衡点以后 剩下的微调全部都是靠肺 就是说如果你吐气 两秒以后你基本上是应该会慢慢下沉的 如果你吸气 胸腔扩张以后两秒以后 你应该是慢慢的是会上伏的 所以在水里面做这个技能的时候 教练一般会告诉你这个姿势 就是上下啊慢一点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有延迟的 不是说你一吸气没反应 你就去给BCD打气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错误 然后你车上去了又给BCD放弃 BCD连碰都不要碰 就是靠你的这个肺 肺部这个呼吸 所以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你看这两个学生 这个灯是我在Thomas旁边去录的 你看第一个学生就是 他一吸气 他不是飘起来了吗 他飘起来以后快到水面上 他的手就开始动了 其实正确的方法是手连碰都不要碰 你可以这样的 或者你也可以就是说放松 你应该是可以就是吸气上去 吐气两秒以后你慢慢的就下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学生 就是Thomas在他旁边 你看这个男生 他就控制的很好 他基本上就是慢慢的这样飘上来 慢慢的飘下去一点点也不动 这个就是福利的正确的做法 就是说你的BCD里的气和你肺里的气 基本上是达到一个平衡点 然后你吸气过一会慢慢上去 吐气慢慢一会下来 这样子 这就是完美的福利 和完美的福利控制 然后我再大家看一个另外一个学生 就是在水底下 让你保证中性福利的时候 他有一个技能就是要保持这么几十秒 在水里面是不上不下 不能破这个水面 也不能处置游泳池的底 不然这个技能是过不去的 你看这个学生 头朝下脚朝上 但是他保证了他的这个福利是中性的 因为他没有动随着他的呼吸 他慢慢的上下一点点 所以说中性福利这个技能都OK 但是他有一个地方有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配重 他不是跟流线型和他这个分配是有问题的 很明显他的背后太沉了 因为这个女生他后面背的这个气瓶嘛 太重 这解决这种东西的方法就是 需要让他翻过来给前面加一个配重 然后他的脚偏轻 给脚旁边可能也要加配重 这样他才能评估了 所以就是一定是要调的 调到最后调好以后 你的肺再能够控制到 你呼吸正常的情况下 那么你就做到这种完美福利的控制 你像我去十八单 你像我去牛爱那些地方 热带都很漂亮很好的鱼 还有拍照对吧 如果你要是福利控制不好 你碰到那些很宝贵的鱼 海龟 还有那些热带非常珍惜的珊瑚 因为一碰就会死 都是不可以的 你又想离得近去拍照 你的中性福利就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而且你想省气嘛 大老远的坐飞机那么远去那么好的地方 人家都对吧 在水里面能潜一个小时 你吸个三四十分钟就没有了 你控制不好 那你就得上去了对吧 所以中性福利是潜水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之一 而且它跟这个潜水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希望这期视频呢有帮助到大家 点赞留言转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都是怎么控制你们的中性福利的 你们换装备的时候有没有重新测试一下 希望大家留言 然后有问题的话直接问我 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